什么是化学毛栓 放在孔里就能够自动紧固 这是用了什么原理呢 在一些建筑场景中经常会用到毛栓 比如说膨胀螺丝就是毛栓的一种 它是由三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膨胀管 一部分是膨胀螺栓 另一部分则是螺母 当把膨胀螺丝放入小孔中之后 拧动螺母膨胀管就会自动变形 进而紧固在小孔中 此时就是依靠膨胀产生的大量摩擦力 起到紧固的效果 还有一些螺栓 虽然外形不同 但是原理和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可有一种化学毛栓却是不一样的原理 它是一种新型的材料 采用了化学的方式 和普通的毛栓大大不同 那这种化学毛栓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化学毛栓是由化学药剂和金属杆组成的 它比普通的毛栓具有更好的抗震能力 当人们使用它时 先把它放在提前打好的孔中 接着把毛栓放进去 再拧动螺丝时 螺丝就会破坏掉 盛放化学药剂的玻璃瓶 这样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里面的化学药剂凝固就可以固定住螺丝了 也有一些不是这样的结构 但是原理差不多 它是先把化学药剂放进孔洞中 接着拧上螺丝 同样是等待一段时间 药物凝固即可 其实简单点来说 它就是通过化学粘合剂把螺栓和混凝土固定在一块 这样就能够起到固定物件的作用